嘿! 直接灌你? 我打哪裡啊? 我剛剛是直接灌大哥的下體是嗎? 好痛喔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ed 非常感謝你們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又回來鬼滅之刃的遊戲啦 那在上一次無限列車劇情完結的時候 Red有說過嘛 這款遊戲將會有三次的免費更新角色 那第一波更新角色呢 就是我們的三哥 阿卡薩 伊窩座 以及夏弦的淚 那今天這兩隻呢我都會試玩看看啦 因為其實我自己呢也是很喜歡三哥的 好啦 那就不廢話了 如果說你們也是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請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Red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不過還蠻可惜喔 就是這三次更新呢 好像就只有更新角色而已 並沒有更新任何的關於角色的劇情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不會看到三哥的劇情 不然其實在漫畫當中我真的還蠻喜歡伊窩座 它還是人的時候 以及到後來轉變成鬼的這一整段劇情 我都還蠻喜歡的 但是那個已經算漫畫蠻偏後期的部分了 這款遊戲也只有到無限列車而已 自然是不會更新到啦 但是沒關係 可以用到就不錯了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來對電腦玩玩看 直接挑非常困難 對我覺得既然要用三哥嘛 當然就是直接挑最困難的對手來打的 啊開始了開始了 沒有錯你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這款遊戲當中的目前的所有的角色 非常的少 鬼殺隊的成員呢就只有這些而已 就是主要在第一季包含去場版當中 算是比較活躍的這些角色們啊 以及這兩隻鬼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伊窩座以及雷 OK 那我們要先換哪一隻 我們先玩累好了啦 我們先玩累 先試試看他的招式 喔對 然後鬼只能夠選擇一個而已 我們不能夠選搭檔 畢竟鬼太強了 你還讓你選搭檔的話 這真的就是沒辦法 那我們就挑對手吧 那既然用累的話 我們對手就挑炭治郎 以及迷鬥子 直接開打 不過我現在有點擔心欸 因為我已經一兩個禮拜沒有玩這款遊戲了 他的操作上 有點忘記怎麼操作 欸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讓我熟悉一下啦 不過累的攻擊好像 速度偏慢欸 而且他移動也蠻慢的 出了錯覺嗎 感覺好像真的比較慢 好強喔 等一下 危險喔 哇哇哇 泥豆子 啊 泥豆子來湊熱鬧的 欸 危險 你直接開奧義打他看看 奧義 有了 直接把你變成 骰子牛 喔 喔 好帥喔 哇 好帥喔 好帥喔 直接幹掉欸 哇 好猛喔 喔 第二戰 第二戰 再來再來再來 血都回滿了 那我試一下你的招式 跳起來 欸 等一下 危險 再一次 鬼可以抓技嗎 試試看 欸 有有有 鬼也有抓技 嗚呼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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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 雖然說累的速度真的是 沒有這麼快 可是 他的攻擊上還蠻痛的 哇哇哇 我被打半血了 久等待 那我覺醒 覺醒一下 覺醒之後我的 絲線就會變成都是紅色 然後傷害就變超痛這樣 好 第三戰 第三戰就是決戰了 哎呦 魚豆子把他救走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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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危險危險 你以為我會這麼輕易的放過你 你要不要看四郎 哎呦 被炭治郎已經累積到了奧義了 來放一下嘛 給你放 給你放奧義 快點 快點炭治郎 欸欸欸欸欸欸欸 你不放奧義換我囉 既然你們不放的話 我要幹掉你們了 來吧 抓起來 來 也許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當中 參治郎就是這樣被分解掉了 我們看到的時空是比較美好的時空他們打贏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現在也殘血有點危險 哎呦 下去 欸認真講其實我不太喜歡用累欸 我覺得他的攻擊調性不太適合我 欸怎麼只有A而已啊 壓倒無敵只有A而已喔 好吧 那我們換個角色來玩玩看 我們試試看哪用累來打三哥好了怎麼樣 試試看 雖然我覺得 有可能會被屌打 完蛋了我覺得我死定了 不過 不過打輸三哥也是正常的嘛對不對 畢竟人家是上弦 我只是個下弦5而已 欸欸欸危險啊 三顆 他完全不給我 攻擊的機會 不行不行不行 就算我是下弦5 我也有機會碰到你一根寒毛的 你不要再防了你 哎呦 哇哇哇哇好痛 好痛 好可怕喔 三哥的氣勢好強喔 哇連斷 啊不要死了 不要死了不要死了 完全被壓著打 好可怕喔 哎呦 哇直接 哇 不行 你不要再防了 他狂防欸可惡 哇 哇 累的傷害 累的傷害是很痛啊 可是攻擊速度沒有那麼快 所以很危險 哇哇哇你再慢慢來啊 你再慢慢來啊累 強一點嘛 我覺得應該是我操作太差了 再讓我摸索一下 我覺得我不應該這樣而已 可可是曾經打敗過三哥的男人啊 哎 再來 哇三哥 有了 有了 換我 直接把三哥抓起來 捆綁play 會傷他多少血呢 哇他剩下一點點血而已了 有機會有機會 不可以讓給他 呀 贏了 驚險 驚險 現在平手 第三戰 現在是決勝局 我不能夠 哇 直接被灌一拳 不能夠放回 危險危險 還好我的攻擊夠遠 三哥 吃我大招 還是玩家操縱起來會比較 強一些啦 這並不是說下前五就打得贏 上前三 這正常來講是不太可能的 這是因為格鬥遊戲 會有操作上的一些不同 幹掉了 喔還有第四戰 所以我們要打完上面 收集滿三顆星就對了 好吧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再來打吧 哇好激烈好激烈 三哥這次完全是不留情的狀態啦 可惡 來到機會了 抓住你 最終插入畫面 你該消失了 哎呀格鬥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還還還還還行啊 還行啊 雖然說第一場跟最後一場打起來真的是 真的是在亂打 可是還OK 還OK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該換角色了 我們接著 就是要來輪到一窩座三哥登場了 來試一下 那既然是選三個的話呢 當然 就是要輪到大哥來登場了 選大哥 然後再選炭治郎 炭治郎呢 他是火之神神樂的招式 我們就選他吧 來了 我們先試試看三哥的招式 很強喔 你看三哥的攻擊速度超快 完全是不同等級的 跟類比起來 哇好帥 真的超帥 不好意思啊大哥 這次我是鬼啊 唉唷 很強很強 大哥 給你一點面子 你真的很強 直接灌你 我打哪裡啊 我剛才是直接灌大哥的下體是嗎 好痛喔 來吧 直接開大 術士展開 喔好帥 破壞殺 哇 滅士 哇 超帥 再來再來 還打不夠還打不夠 快點 拿出你的真實力吧 煉獄性獸狼 來成為鬼吧 唉唷 煙虎 如果你不成為鬼的話 我就要殺死你啦 覺醒 很強真的很強 你實在是太強啦 青獸狼 強到我真的是 忍不住就是要殺死你啊 唉唷 被灘長救走了 拿下第二場 再來第三回戰 大哥真的是被擰壓了 唉唷 拿出實力了嗎 這樣才對嘛 真的是很強啊 唉唷 這太大了 奧義 直接把我幹掉 哇 太帥太帥了 這樣才有對決的感覺 你說是吧 不好意思啊 要把你帶走了 哇 我好喜歡三哥的攻擊招式 是 雖然說 我對他的攻擊招式還不熟 可是真的好爽喔 那個破壞感 好 那我們也稍微試用了一下角色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一些東西 因為有蠻多觀眾說 有一些劇情的部分是不是都被跳過了 其實這款遊戲只是把一些重點的劇情給製作出來 然後其他像是一些比較小的劇情的部分呢 他是透過像這種 小劇場的回憶碎片 來讓大家來看 我們來找一下 有觀眾說想要看斷刀的那一段是不是 好像是 這邊這邊這邊 鋼鐵種來了 就是這個回憶碎片 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播放 對然後他就呈現像是說過事的方式來讓你們回憶 他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劇情 那些刀將送來新刀的故事 發生什麼事情呢 幫我們重新鍛造的刀 真的很溫和嗎 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鋼鐵種切繩 鋼鐵種切繩 他把東西放上去了 來了 假的 這段真的是超好笑的 對 對 沒錯 還好我們閃得夠快 斷造手衣是很厲害的 對他就是像這樣的小故事 來讓各位去回憶一下動畫所呈現的劇情 欸 是不是有人要講了 為什麼沒有豬豬那一段 在這邊在這邊 刀刃有缺口的理由 我們再看一下吧 為什麼刀刃會有缺口呢 要輪到一字柱啊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嗯 這不好說啊 我們就看下去吧 鐵血聲 鐵血聲 開擠 河 欸 就忘了 那豬你 那個鍛造人 對 沒錯 這就是這款遊戲當中 就是把一些劇情的部分收錄在這邊啦 而且其實還蠻多的 這個第八章無限列車也有 就是做夢的部分 遊戲中的部分只有大哥跟炭治郎的故事嘛 然後其他的就是收錄在這邊 小故事這樣 對 沒有錯啦 那這些小故事呢 我相信大家在動畫或是漫畫當中 都已經非常熟悉了 今天就只是稍微帶大家來看一下啦 沒有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我自己是不太清楚 第二彈跟第三彈更新的鬼是什麼啦 有人猜錯會不會是其他的上弦鬼 不曉得 我們就只能等之後的更新啦 好啦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路卡利歐怎麼樣 我們的新家 是不是覺得很溫馨啦 哈哈哈哈 那我們再把我們給放上去 OK 我們的新家 終於啊 開心開心 哈哈哈哈 我們再去多收集一些木頭吧 我們要把這個牆再做高一點 慢慢來 我